中國這幾天的白紙抗爭 引發了是全球的關注 不過其實這並不是他們第一次走上街頭 因為疫情防控到現在已經三年多的時間 所以從今年開始就陸陸續續發生了很多的抗議 那我們也整理了幾個重大的事件 首先呢上海可以說是開了第一槍 在今年三月底到四月的時候 網路上開始流傳了一支叫做四月之聲的影片 那內容呢就是控訴政府嚴格防疫帶來的亂象 那麼這也是吹哨者李文亮議士 他過世以後中國爆發的最大規模的網路抗議潮 那除了網路以外大家也開始走上街頭了 北京大學在五月份的時候就有上百名的學生抗議說 校方竟然是連夜蓋了一道牆把他們關了起來 不過卻對教職員有差別待遇 所以就爆發了深夜的集會抗議哦 那除了學生以外 疫情當然也讓大家民不聊生 所以可以看到五到七月的時候 河南有多間銀行是發生了金融弊案 很多人沒有辦法領錢 所以就乾脆走上街頭的 而時間來到了二十大以後 這次的大規模抗議 竟然是發生在西藏的首都拉薩 因為他們已經被封城將近了三個月 所以當時也爆發了警民的衝突的 那麼接下來還有富士康 以及烏魯木齊的抗議潮 才引爆了現在全中國的白紙抗爭 不過除了這些以外呢 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份有一起事故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導火線哦 就是貴州大巴士故 在九月十八號凌晨的時候 有一輛巴士上面是載了四十七個人 結果意外的翻覆 導致了二十七個人死亡 那原本官方對於事故是非常輕描淡寫的 不過後來大家才發現 這輛巴士上面載的 其實是要被隔離的民眾 而且還違反規定哦 他在凌晨上路 所以很多人就炮轟啊 這根本就是清零過頭啊 害死的人命 說不定是比疫情還要多的 因此可以看到這樣 長年累月累積下來對政府的不滿 才會讓大家原本是只是希望解封的 現在就乾脆高喊要習近平來下台了